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里面洗干净了 还给它翻面 把两面都洗干净 这个油筋不要撕得太干净了 留一些更好吃 主要是把粘油粑粑的东西撕干净 我们洗一份再烧菜 我们把洗干净的肥肠挂水 这样倒下去加一些姜葱花椒还有白酒 去除它的新臭味 我们把炒好水的肥肠捞起来 这个肥肠设好大得很 一斤只能煮4两左右 再来把肥肠切成坨坨 可以稍微切大点 切好的肥肠我们再来煸炒 我们把肥肠里面的肥肠给它煸出来 再来放一些姜葱 再来放一些姜片 放一些山奶把酒 桂皮 香叶 还有干辣椒 再来放一些大蒜 我们把它煸炒 炒香 把肥肠炒出油 搞忘了还放一把花椒 再来放一些白酒 去除它的新臭味 接着放入三勺自己煮的豆瓣酱 非常的香 把它炒香炒出红油 炒得多样的味道香味了 接下来我们加一瓢水下来 盖上盖子 注意过小时 因为老长人牙口不好 我们多注意一下 煮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切好的土豆倒下去 放入两勺盐 一勺胡椒粉 调味 盖上盖子 煮五分钟 煮入味 土豆煮熟了 再把我们的丝瓜倒下去 把丝瓜煮得差不多了吧 我们再加入一些鸡精调味 最后再放上一些葱结 就可以出个装盘了 非常 这种家常做法 非常的好吃入味 做法又简单 麻烦大家给陈小春一个点赞支持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开始吃饭 吃上次吃的 加多大感 耶 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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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材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